第401章 好东西太多 大哥 你现在就要走吗 数年修炼 解荒 已经是大智仙八层 再有一段时间 它就可以冲击大罗仙境界了 不 我还要修炼一段时间 再走 敌九说完 看着解荒 你现在大智仙八层了 我在这里修炼 大约是两个月左右 这两个月时间 你应该可以跨入大智仙九层 我再给你留一些仙蛋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争取可以冲击大罗仙境界 敌九早已算就好了 现在它大一仙八层 只要再用一段时间 它就可以冲进大乙仙九层 然后度节跨入大智仙 再去大鼎自由仙城 在敌九看来 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修炼两个月 并不会耽误时间 以它现在先念五级 加上大乙仙八层的修为 就算是控制上品飞行仙气 到大鼎仙城 估计也需要将近四五个月 若是神念盾 也需要差不多差不多的时间 这中间还不能有半点耽误 而拍卖会半年后就开始 万一它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可就彻底坏事了 在这里修炼两个月 敌九肯定 它可以冲击大智仙一层 只要它冲进大智仙一层 它的神念可以跨入仙念六级 到了仙念六级 它只要施展神念盾 最多只需要两个月时间 就能到达大鼎仙城 这样不但节约了时间 还让自己的修为 提升了一个层次 解荒心理大喜 赶紧拿出一个戒指 递给敌九 大哥 这是一件上品飞行仙气 就送给你吧 敌九一百手 我不需要飞行仙气 我有办法可以更快地 去大鼎自由仙城 现在大家赶紧修炼 为了加快修炼速度 敌九用了大量的运异仙丹 这里如此浓郁的仙灵气 又有第九道则的配合 现在敌九还要用运异仙丹 仅仅大半个月时间 敌九就冲破了大乙仙八层 跨入了大乙仙九层 不用两个月 敌九的修为 就来到了大乙仙九层圆满 敌九担心自己路上耽误时间 简丹和谢荒等人交代了几句后 离开了这个大殿 为了防止 还有别人 拿着楚徘徊的龟壳古图 来到这里 敌九离开之前 特意花了三天时间 将这个虚空阵门 再次重新布置了一下 就算是精通正道的修士 从那虚空阵门进来 进入的 也是另外一个虚空所在 绝看不到谢荒等人修炼的大殿 敌九不相信 会有九级仙镇地 得到这种古图 做完这些 敌九 这才放心地离开了 这里 他需要寻找一个地方 渡劫 一天后 敌九落在了虚空一块巨大的陨石之上 这里找不到残破星球 如果没有陨石的话 他只能在虚空渡劫 陨石被敌九用虚空阵旗固定住 千万的仙精 被敌九丢在陨石上 一般的修士 从大乙仙跨入大智仙 必须要制霞丹 敌九身上制霞丹一样 是有的 敌九准备制霞丹 不是为了冲击大智仙 而是为了补充 进入大智仙后 天地元气不足 有了第九道则 以敌九对天地道则的清晰明误 修炼的时候 理论上是不存在瓶颈的 果然 仅仅是三个周天 过去 敌九就触碰到了大智仙的修为隔阂 敌九第一次冲击大智仙 雷杰就轰然而下 敌九仙灵体后期的炼体肉身 大智仙雷杰 虽然比大乙仙雷杰强了 数倍都不止 对他来说 依然不够看 轰轰轰 第一波雷狐密集落在敌九身上的时候 敌九就冲裂了大智仙的修为智骨 敌九毫不犹豫地抓出树莓 至侠丹吞了下去 至侠丹恐怖的仙灵元气 冲入敌九的脉络 敌九正式跨入大智仙修饰行列 同时感觉自己 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石海在同一时间发出一声咔咔烈响 敌九的神念 数以背计地扩展 敌九心里大喜 他猜测得 果然没有错 在跨入大智仙的时候 他的神念来到了仙念六级 可惜的是 在仙界 他没有找到和治神草 一样的宝物 否则的话 借助断神诀 他的神念 说不定还会再进一步 雷杰密集落下 对敌九来说 已是没有半点影响 敌九脚下的陨石 被雷杰化为虚无 敌九 大智仙一层的修为 却是巩固了下来 大鼎自由仙城 最近几个月来的人越来越多 好在大鼎自由仙城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 整个仙城虽然拥挤 岛也并不显得凌乱 一名身穿弹金仙袍的 青年来到了 大鼎自由仙城身份牌兑换处 拿出一千上品仙金 兑换了一枚新的身份牌 这才走进仙城 这青年脸色略显苍白 眉心带着煞气 身上带着一些淡淡的血腥气息 脸上还残留一些隐隐约约的水纹斑痕 别人一看 知道这是 常年在海边试炼的强者 青年 正是刚刚跨入大智仙一层的敌九 再跨入大智仙后 他用了两个月左右 就来到了大鼎 只有仙城 他的易容术 是通过法则更改而来 就算是再强的强者 也不可能察觉 他是易容过的 除非对方对天地基础法则的理解 能和他一拼 或者是比他更厉害 这种人也许有 敌九不相信 会出现在大鼎自由仙城 血腥气息 是敌九来大鼎自由仙城的途中 遇见了一群虚空兽群 结果在杀了众多虚空兽后 他身上沾染了血腥气 敌九索性借助着血腥气 在通过谁属性的一些法则 模拟出常年在大海试炼的样子 敌九这次没有去万空西楼 更是没有回自己的星空茶楼 他直接去了蓝仙西楼 蓝仙西楼 在整个大鼎自由仙城的西站中 也能排在中等片上 因为蓝仙西楼的 主人本来就是一个七级先镇王 这个西楼所有的护镇 都是七级先镇 仅仅因为一个护镇 这个西楼的价格比 同等西楼要高出将近一倍 可见这里的性价比很差 大鼎自由仙城即将举办大拍卖会 蓝仙西楼 这种性价比不高的西楼 也是人满为患 敌九来的时候 只有最豪华的房间 一晚上就需要500自由点 若是在平时 这种价格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住 如今是大拍卖会即将举办的时候 住这种房间的人并不在少数 拍卖会还有将近一个月 敌九索性用先金交了一个月房费 进入房间后 敌九将自己新身份牌改了一个名字 子墨 本来是敌子墨 敌九担心自己的名字太过响亮 会有人怀疑他是敌九 索性只叫子墨 改完名字 敌九将11亿自由点 全部转到了子墨这个身份牌下 这11亿自由点 将是他参加拍卖会的所有家当 房间的护镇的确全部是七级先镇 敌九依然是在这七级先镇 里面布置了一个五级先护镇 他是八级先镇尊 既然这次是爱购买最珍贵的阿含真利水 他还是低调一些 为好 五级先镇 一样没有人能用神念扫进来 确认自己的房间没有问题后 敌九这才拿起桌上的一张皮券 这种皮券在每一个高级房间都有 是西楼提供给客人的拍卖会信息 里面是大鼎先城即将开始的拍卖会可能出现的东西 敌九神念一扫 就看见了阿含真利水 敌九松了口气 他就是为阿含真利水来的 确信有阿含真利水后 敌九才开始查看其余的参牌物品 燃神盾术 传闻是一门残破的盾术功法 这门盾法可以燃烧十海神念盾走 依次可以脱离任何先帝强者的神念范围 敌九的目光立即就一步开了 这是逃命的最佳法术 这是残破的不错 但他不倔啊 他有第九道完全可以将这个盾术弥补完整 这个功法必须要得到 智罗神铁 敌九刚刚确定燃神盾术 他必须要得到 就看见了智罗神铁 他的目光简直一步开了 这样是他必须要得到的东西 他的天梭刀是天刀金金和婆娑煞炼制 特别是婆娑煞 就算是仙界也是弄不到的五等级宝物 这种法宝可以吸收天地精华元气和是晋级 但并不是没有缺点 缺点就是每次晋级都会缩短一寸 而且很难晋级到仙气巅峰 他的天梭刀现在也是三尺九寸了 天梭刀必须要晋级 敌九也不希望天梭刀继续缩短 这就需要智罗神铁 这是九级炼气仙材 不仅仅可以让天梭刀提升到上品 甚至是极品仙气 还不会让天梭刀继续缩短 这种材料他也是必须要得到 第四零二章子天落 极品飞行仙气急云锥 这个也要 七级仙灵果蓬月仙果 这是炼制一王丹的东西 肯定要啊 叨叨神通一线天 这东西对自己也有用 敌九将这皮券上的参拍物品 看完后有些傻眼了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怎么什么东西对他都是极好的 这次拍卖会 他需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若是他拍不到的话 也就算了 若是他真的拍到了很多东西 那他能走出大顶自由闲城 原本趁着还有一个月时间 敌九打算闭关修炼的 现在敌九彻底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必须要做一些准备 否则的话 他可能走不出大顶自由闲城 有自由点可以任意购买 东西不错 不代表你购买到的东西能拿走 大顶自由闲城的公平和律法 在敌九眼里就是笑话 敌九第一时间去拍卖会场买票 本来敌九打算购买一个寻常的座位 现在敌九直接打算购买一个包厢 这次拍卖会准备的时间长 会场也巨大 或者拍卖会本来就是 为了这些门票赚钱 敌九哪怕来的比较晚 依然有包厢票出售 只是价格就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了 寻常的包厢票就要1000到2000自由点 好一点的包厢票需要5000自由点 甚至连1万自由点的包厢票也是有的 敌九购买了一个5000自由点的包厢票 这是二楼的中等包厢 购买了包厢票后 敌九在大顶自由闲城 赚了整整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他购买了一堆布阵材料后 再次离开了大顶自由闲城 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他购买传送阵材料 就花费了3000万自由点 敌九清楚自己的修为实在是太过渣渣 大致先一层 在大顶仙城这个强者如云的地方 也许他连渣渣都算不上 他唯一值得称赞的是神念盾 以他先念六层的神念强度 一旦施展出神念盾 先王别想追上 就算是寻常一点的仙尊出气 论起速度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敌九很清楚 这次拍卖会 如果只有仙尊出气来的话 那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 这种拍卖会 必定有顶级先帝过来 他要假设自己能够面对先帝 还可以逃走 暴掌修为的丹药 他需要一枚 以他大致先一层 就算是在暴掌修为 估计也别想和先尊对抗 最多也不过能冲到大罗仙后期 勉强和一个先王对抗而已 这种丹药对敌九来说 作用不大 他准备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他唯一能和别人对抗的就是正道 因为敌九道子的帮忙 现在他可是一个八级先正尊 若是他不利用自己的长处 反而去用自己修为这个短板 和这些强者争夺 那他除非秀斗了 大顶自由先城 外面人来人往 敌九站在城门口 确定了自己的神念 可以触及的虚空位置后 迅速离开了大顶自由先城 十数个呼吸后 敌九悄然来到了 自己锁定的虚空位置 这个位置 是他从大顶先城门口 施展神念盾后 能达到的最大距离 这也是敌九第一个 虚空传送阵布置的位置 一旦被先帝强者追的话 仅仅靠神念盾逃走 那就别想了 所以敌九的想法是 先用神念盾逃到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传送阵传送走 两天后 敌九就在这里 布置了一个八级传送先阵 同等级的传送阵 能传送的距离 也不是一样的 除了布置传送阵的阵道师之外 还有就是 根据布置传送阵材料的等级 来划分的 布置传送阵的材料 等级越高 自然是传送的越远 不过布置传送阵的材料 比起炼气材料的价格来 那要高昂数倍都不止 敌九虽然花费了3000万自由点 在大鼎仙城购买各类材料 但这些材料作为传送阵材料来看 实在是算不上多好 为了逃跑 方便 第一个传送阵敌九 除了隐秘在虚空中 还布置了气息触发 只要他一进入这个传送阵 那这传送阵根本就不需要他去激发 自动会激发将他传送走 而且这个传送阵 也只能传送他一个人 这种布置手段 完全是为了逃走方便 这也是震道师的强大之处 传送阵的第二个点 敌九用神念盾数盾了半天时间后 选定 这是敌九能布置的最远距离 第二个点敌九一样 用的是气息触发 然后第三个点 敌九对自己的小命 还是很看重的 他在这虚空之中 一共布置了五个传送点 第五个算是最终点 其余四个 全部是触发传送阵 等他从第五个传送阵出来后 再用神念盾 或者是寄出飞行法宝 以他的神念盾速度 接连传送四次 就等于用神念盾 连续盾走两天时间 敌九相信自己的神念盾 接连盾走两天时间 对方就是先帝 估计也无法奈何他 为了布置这些传送阵 敌九消耗了足足半个月时间 半个月后 敌九才再次回到了大顶自由仙城 然后直接去了月恒楼 月恒楼不仅仅有各种顶级的仙灵草 同样还各种高级仙丹 敌九想要购买的主要仙灵草是 炼制裂麦丹的仙灵草 紫天末 一种六级仙灵草 裂麦丹 这是一种六品仙丹 是一次性提升修为的仙丹 裂麦丹通过撕裂修饰脉络 达到短时间提升实力的爆发性丹药 这种丹药的副作用很大 若是修饰身体承受不住 很有可能在修为一次提升之后 脉络裂开 裂麦丹月恒楼也有的卖 价格对敌九来说并不是很贵 一枚只要500自由点 敌九没有购买裂麦丹 他购买的是一堆六级仙灵草 里面就有紫天诺 若是没有第九道 仙丹大师跨入六品仙丹大师行列 只要跨入了六品仙丹大师 敌九就能够炼制出裂麦丹 敌九相信自己炼制的裂麦丹 哪怕不用见顶 效果也绝对不是在丹楼中购买的裂麦丹 可以相比 裂麦丹副作用太大 敌九虽有星空脉络 石海也极为凝炼 还是要小心一点好 这种丹药 他自己炼制的比购买来的 自然要好了数倍都不止 随着拍卖会越来越近 大顶自由仙城的修饰 也是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几天 就算是敌九住的蓝仙西楼 这种性价比极低的西楼 房间也没有空的 回到蓝仙西楼后 敌九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他算计的没有错 哪怕没有见顶 也仅仅是用了八天时间 他就跨入了六品仙丹大师行列 敌九的光明星空火焰 是八级鲜艳 丹道有了第九道则后 更是完善了一个大层次 以后只要他的修为和神念 能跟得上 他的丹道和阵道 甚至是气道 都不会落下太多 化如六品仙丹大师后 敌九先是炼制了一如六品 疗伤丹药大清灵丹 这才拿出炼制裂麦丹的仙灵草 裂麦丹的主要仙灵草是紫天落 这种仙灵草并不算是多珍贵 提纯也不算难 敌九仅仅用了半炷香时间 就将紫天落提纯出来 但他在丢弃紫天落杂志的时候 隐约感觉到了一种 和紫天落格格不入的法则气息 以敌九的经验 一般的一种仙灵草 都是蕴含着一种主要法则 就算是有其余的法则气息 也不会是格格不入 这紫天落似乎有些古怪 半段时辰后 敌九炼制出来了一如七纹裂麦丹 七纹裂麦丹对敌九来说足够用了 他没有继续炼制裂麦丹 他再次拿出一株紫天落 他想要看看紫天落中那种 格格不入的法则气息 到底是什么东西 若是没有第九道 敌九相信自己 也分辨不出来紫天落中那种 独特的法则气息 现在既然觉察到了 他就一定要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紫天落在丹炉中被提纯出来 在八级鲜艳光明星空之下 紫天落在丹炉中很快分解开 敌九再次清晰地感受到了 紫天落中那一种与众不同的法则气息 这种法则气息 绝对不是紫天落的药液 也不是紫天落药液的杂质 就在敌九想要提纯出 紫天落中这种不同的东西时 丹炉中的紫天落药液直接溃散 所有药性消失的无影无踪 包括他想要提纯的那一丝 不同法则气息的东西 这一株紫天落 他居然提纯失败了 第403章 让敌九惊喜的东西 又一株紫天落落在丹炉中 这次敌九直接将紫天落的纯净药液 也当成杂质 干脆果断地用自己的丹爵 裹住那一丝法则 与众不同的东西 只是他刚刚将紫天落的药液 和其余的杂质分开 那一丝 他想要提纯出来的东西 再次溃散掉 化为虚无 第三株 第四株 第十次失败后 敌九索性将最后六株紫天落 全部丢进了丹炉中 紫天落中那种不同的法则气息 用寻常的提纯手段 必定是提纯不出来的 这次敌九将紫天落中那一丝 他想要的东西分开后的瞬间 神念就模拟出一个大脚印 大脚印算是勉强触摸到了空间的神通 哪怕敌九是用神念模拟出来 依然是在这间隙时间将紫天落中的杂质 和紫天落的纯净药液踹开 他想要的那一丝法则 气息不同的液体和杂质之间 终于出现了空隙 一滴氮灰色的液体出现在丹炉当中 敌九的神念落在这氮灰色的液体上 甚至感觉到神念都活了过来 但是下一刻 敌九就感觉到了 不对 这一滴氮灰色的液体要继续崩溃掉 敌九哪里会让这种情况出现 他毫不犹豫地在这一滴液体崩溃之前 将这一滴液体带入了口中 哄 这一滴药液一进入敌九的口中 就好像炸弹在敌九的石海爆裂一般 瞬息扩散了敌九整个石海 恐怖地痛楚传来 敌九魂飞魄散 他差点以为自己的石海要炸开了 这个时候 他哪里还敢任凭这种药液炸裂下去 神念断术赶紧运转起来 随即敌九就震撼地发现 自己的石海强度在缓慢提升 不仅仅是石海强度 就算是神念也在缓慢地增加 他无意中居然在紫天落中 发现了对石海修炼有帮助的药液 敌九心里狂喜 他知道这药液肯定不完善 需要加其他的东西辅助在一起 只要他能找到其余的材料 他必定可以炼制出来一种 新的壮大石海神念丹药 这些事情 他现在 做不了 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等这次离开大鼎后 他一定要将这个丹药弄出来 还有就是 他现在根本就不算是提存出来了 这种东西 他必须要用一种手段 将这氮灰色液体提存出来后 这氮灰色液体并不崩溃 只有这种东西能保存下来 他才可以用来研究 如何加入丹药 这氮灰色液体 是从紫天落中提存出来 可以壮大石海和神念 颜色又是灰色 不如就叫着灰子落 将来若是能融合成丹药 就叫着落石丹 大鼎自由仙城 最近百年最大的拍卖会 开始了 拍卖会场就设在了 大鼎自由仙城最大的商会 仙顶商会 仙顶商会的生意 遍布着一方虚空 据说四大仙路都有分布 在大鼎自由仙城 生意做得更大 此刻仙顶商会拍卖会场 外面的广场上 到处都挤满了人 这次拍卖会规模太大 票价不低 就算是仙顶商会提供的票 很多 依然有部分人没有买到票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 不想花钱购买这个票 这些人都聚集在 仙顶商会的大广场上 这个大广场 自然而然的 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修真界 也被称之为仙庙会 一些进不去拍卖会 或者是不想进拍卖会的修士 在这种仙庙会中 一样可以获得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敌九离开了蓝仙西楼后 很是干脆的 将大鼎自由仙城 大多数仙灵草 商铺全部转悠了一遍 整个大鼎自由仙城的紫天罗 几乎被他一个人购买来了 将这些紫天罗 全部购买到手后 敌九才漫不经心地 跟着人群进入了拍卖会 来到了自己的包厢 二楼屋子307号包厢 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敌九的神念 落在几层大厅上 他怀疑这次进入拍卖会的修士 至少有几十万 拍卖会方面仅仅收取门票 估计就可以达到几个亿自由点 敌九心里暗叹 这真是无本买卖啊 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敌九索性在自己的包厢里面 布置护震静止 他的房间 自然不会让别人神念扫进来 敌九没有过于显露自己的震道水平 他在包厢中 仅仅布置了一个六级仙镇 一个六级仙镇 就算是真正的先帝强者 想要窥探 也必须要强行用神念 破开他的静止 敌九相信 在这种大规模的拍卖会上 就是解荒的老爹 也没有胆子 用神念破开他的包厢静止 一旦有人这样做了 这不是打他的脸 是打举办拍卖会人的脸 可惜这拍卖会的护震 实在是太过强悍 否则的话 敌九都打算布置一个传送阵 等拍卖会结束 就传送出去 将静止布置好了后 敌九开始闭目养神 考虑如何提纯灰紫落的事情 他用神念大脚印 提纯出来了一滴灰紫落 说明空间法则手段 是可以提纯紫天落的 只是他的大脚印 紧紧触摸到空间法则的皮毛而已 不仅如此 大脚印还是攻击神通 根本就不适合这种提纯 敌九想到这脸 心里忽然一动 他发现的灰紫落 是一种法则气息 根据他提纯出来的那一滴灰紫落 已经证明 灰紫落是一种 对石海和神念有用处的药液 是不是提纯这种灰紫落 必须也要用到法则来提纯 他虽然理解了很多基础法则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 也是构成万物的基础 和空间法则是两回事 看样子 他想要提纯出最纯粹的灰紫落 甚至想要大量的提纯灰紫落 必须要先感悟空间 法则 一个清脆的声音 打断了敌九的思绪 我叫杏碎 大鼎自由仙城联合拍卖会 欢迎大家来这里 这次拍卖会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你们将在这里看到 最稀少的宝物 购买到最适合你的东西 拍卖会开始了 敌九收起思绪 目光落在了拍卖会中间的圆坛上 圆坛上站着一名 身穿绿裙的俏丽女子 看修为 应该是在大罗先后期左右 本次拍卖会结算 可以通过上品先金 自由点 先灵卖 若是身上这三样东西不够 同样可以申请拿出物品抵押价格 一旦申请抵押 物品价格由拍卖方给出 本次拍卖 若是有人随意报价 最后无法拿出足够的等价交换物 杀无赦 明明是杀无赦这三个字 这叫杏碎的绿裙女修 却说的很是温柔 不用杏碎提醒 所有来这里的修士都明白 乱报价是什么下场 只要不是脑残的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乱报价 该说的都已说过 现在我们将要出现的第一件宝物 叫做星河岩石 星河岩石的底价 是5000自由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0自由点 现在开始竞价 杏碎说完后 手一扬 一枚拳头大小的暗红色石头 就出现在它的头顶 狄九心里暗自震撼 一般来说 拍卖会第一件物品 都不算是特别珍贵 现在这里第一件物品 就是星河岩石 可见这次拍卖会的好东西 实在是太多 它在蓝仙西楼中看见的清单 怕连其中的1%都没有 星河岩石 这可是让低级天火晋级的宝物 换成之前 狄九肯定出手了 不过现在它没有出手 它的盗火 用过一次星河岩石 而且 它身上的两种火焰 都晋级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这种东西 对它现在没有用处 每时几个呼吸间 价格就跳到了11000自由点 最后这一枚星河岩石 以13000自由点成交 看见这个成交价格 狄九才更是能体会到 当初自己的星空茶价格 是多么离谱 十片茶叶就是一块星空岩石 而且现在大顶线程的星空茶叶 都被炒到了1万自由点一片 当然若将星空茶 是见顶炼制出来的 也计算上 这1万自由点一枚还真不贵 它身上还有上万片星空茶叶 这些茶叶狄九是不打算出售了 将来它就是要炼制星空茶 也炼制不出来这种星空茶 它答应过剑木树枝 以后不再用剑顶炼丹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了星河岩石 接下来要近拍的宝物 是一件极品飞行仙器 急云锥 一件急品仙器的 珍贵我就不多说了 我相信 在座的比我更清楚 真意味着 你比别人多出来更多的生计 这件急云锥底价是10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5000自由点 第404章引起轰动的宝物 幸遂刚刚介绍完急云锥 巨大爆价屏上的价格 就来到了30万自由点 这件急云锥是迪九 必须要拿到手的 它毫不犹豫地爆出了50万自由点 一次加了20万 急品仙器的价格 都是在1000万仙金到5000万仙金之间 在急品仙器中 最有价值的自然是飞行仙器 飞行仙器只要是急品的 若是没有特别的说明 价格基本上都是在3000万仙金左右徘徊 迪九出价5000万 这个价格算是急品仙器中的顶级价格了 而且 迪九加价太多 一时间让拍卖会爆价屏上的价格盾 置了一下 看见价格不再跳动 信碎大声宣布到 50万自由点一次了 这个爆刺 就好像一种心理暗示 让一些想要这件宝物的人 心里有一种紧迫感 若是 再不加价 这件急品飞行法宝 就不再属于自己 不过这种顶级拍卖会上 到了那些价格非常高昂的东西时候 主持拍卖的修饰 在爆刺的时候 会说一些鼓动的话 这件急品飞行仙器的价值算是很高 但比起这次拍卖会的其余东西来 显然还不算是什么顶级的东西 51万自由点 每等薪碎第二次爆刺 巨大爆价屏上的价格再次变动 迪九毫不犹豫地 加价到60万自由点 它现在缺的不是自由点 而是想要尽快将这急品飞行法宝交易到手 然后先炼化了再说 果然 迪九一次 加价10万自由点 让想要这件飞行法宝的修饰清楚 这个价格是势在必得 若是加价 人家一样会加价 况且这件急品飞行仙器 急云锥 交易很简单 迪九只需要拿出身份牌 在交易法阵上 画出60万自由点就可以了 60万自由点画出后 迪九的身份牌变成了银色 这意味着 它在大顶自由先程的交易 超过了100万自由点 桌前的传送阵出现一阵白光 跟着一件巴掌大小的飞行锥 出现在迪九的面前 这就是刚刚竟拍到的急云锥了 迪九将急云锥拿在手中 急云锥上静止灵力 刻画的法阵密密麻麻 这是一个弃地炼制出来的宝物 迪九心里很是感叹 就算是他有第九道 想要成为一个气底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再说 这件急云锥的炼器材料 也不会太简单 拍卖台上继续 近拍的是一枚尊义丹 这枚丹药的争夺 让整个拍卖会火药气息弥漫 这是让仙王圆满 有几层几率 跨入仙尊境界的八品仙丹 被争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迪九这尊义丹 没有兴趣 他开始炼化急云锥 迪九的神念 一渗透进这急云锥 就知道 这急云锥 并不算是极品飞行仙气中的上等货 只能算是普通而已 换句话说 这件东西的价格 不止六千万上品仙金 倒是那一幅刻画在急云锥上的虚空方位图 有不小的价值 迪九是个八级仙镇尊 神念又是六级仙念 炼化这件急云锥 速度极快 只是短短的半天时间 迪九就炼化了一大半 尊义丹之后 又出现了极品攻击法宝 和顶级的炼气材料 还有几种修炼功法 每一种出来的东西 价格都至少翻一倍 这些东西 迪九连价格都懒得去听 他根本不想要 眼看迪九就要彻底炼化急云锥的时候 信碎举起了一个愈合 语气带着一丝激动说道 这本来是一件压轴物品 不过 我们拿到第一天来拍卖了 就是要回馈给来参加 本次拍卖会的各方贵客 就是迪九听到这话 也停止了继续炼化手中急云锥的动作 他也很想看看 这个愈合中庄的东西叫着时间金石 在信碎说出时间金石似的字后 寂静的拍卖大殿中 瞬间嘈杂起来 那种激动的情绪 蔓延了整个拍卖大殿 迪九一样 是不敢相信的 看着那个愈合 时间金石 这可是蕴含着时间法则的宝物 这是什么拍卖会啊 连这种顶级的质保也有 这东西 要还是不要 从迪九内心深处 这时间金石他是绝对想要的 可是迪九同样清楚 这是为各方先帝准备的东西 寻常人 就算是有自由点 也没有资格参拍 不是不给出价 而是买到买不到 都是得罪强者 若是他要 那就必须和先帝竞拍 迪九心里叹了口气 这时间金石出来的太早了呀 若是在阿韩 真利水后面出来 就好了 他之前还在想 这个拍卖会不错 客人竞拍到东西后 直接传送交易 也不爆出客人的房间号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 哪怕你够买到在珍贵的宝物 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 说心里话 迪九布置了逃跑的手段 那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他可没有打算 一定要用到那些逃跑传送证 可他一旦出手争夺这时间金石 那百分之百的需要用到 那逃跑传送证 时间金石是什么东西 先帝肯定会全力出手争夺 这东西被他购买到了 那拍卖会在隐瞒客人的房间号 他的房间号 也很快就会被各方强者调查知道 拍卖会结束 等待他的 就是无穷无止的追杀 放弃时间金石 迪九实在是不甘心 时间法则呀 若是他得到了时间金石 再借助第九道则的帮助 他有很大可能可以触摸到时间法则的门槛 换句话说 这时间金石在他手中的价值最大 他是最有可能借助时间金石 触摸到时间法则的人 天地间无数的法则 毫无疑问 时间法则神通是最强大的 根本就没有之一 这个念头只是转了 一下 第九就确定下来 时间金石他要了 先帝又如何 不争的话 如何可以强得起来 杏碎似乎知道 时间金石会引起轰动 他静静地等着大殿中的声音略微 小了一些后 才一拍手中的锤子 声音清脆地说道 据我所知 在四大仙路中 还没有人能触摸到时间法则 更不要说掌控时间法则神通了 这枚时间金石 能出现在这次拍卖会上 对四大仙路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也许有人认为 购买到时间金石后 也不一定能触摸到时间法则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如果不去抢夺时间金石 那肯定是触摸不到时间法则 得到了时间金石 才有一线希望 只要想到时间法则神通代表着什么 我想花费多少自由点 来购买时间 金石都是值得的 拍卖会进行到现在 都快一天时间过去了 杏碎从未在一件物品上 如此详细地解说 这时间金石是第一个 让他花费大量时间来渲染的宝物 拍卖大殿极为安静 敌酒依然可以感受到 近拍前的一种气息涌动 显然很多修饰都准备全力出手 争夺时间金石了 杏碎对这种场景很是满意 继续用夸张的语气说道 时间金石本来是自由点买不到的 现在既然出现了 还不抓住机会 等待何时 这没时间金石的底价时 说到这里 杏碎特意停顿了一下 让很多修饰恨不得大马出声 感受到自己的造势成功 杏碎的声音连续下来 一千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万自由点 现在近拍开始 大厅中到处都是倒吸冷气的声音 一千万自由点 这简直太可怕了 本来还想要出手地修饰 因为这个价格都如漏气的皮球 一千万自由点 很多修饰连底价都出不起 底酒按道好贵 若不是他之前经营 独一无二的星空茶生意 这个时间金石他只能放弃 一千一百万自由点 一个粗狂的声音响起 跟着报价屏上 才出现了第一个价格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声音报价 然后再显示在报价屏上的 拍卖汇方并没有禁止这种事情 用声音报价 本来就是允许的 只要你不威胁到别人 你用什么方式报价 是你的自由 好强 底酒一听这个声音的元气波动 就知道 这必定是一个先帝强者 他不认识这人 他肯定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家伙 这家伙用声音报价 明显是让别人知道 他是谁而已 第405章 你一个小小先帝 一千两百万自由点 报价屏上的价格瞬息变化 并没有因为对方 是一个表明身份的先帝强者 就没有人竞争了 底酒的手 放在面前的报价书写法阵上 还没等他写出 想要报出的一千五百万自由点 大屏上的价格 已上升到了一千六百万自由点 底酒毫不犹豫地 写上了两千万自由点的价格 他听说在这个拍卖会上 曾经一枚帝罗芝 竟拍出一个亿的自由点 在底酒看来 时间金时并不会比帝罗芝差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帝罗芝甚至远远不能 和时间金时相比 两千万自由点 折合成上品先金 应该是二十亿 不过底酒认为 时间金时的价值 至少值一两百个亿的上品先金 眨眼间 时间金时的价格 就上升到了两千万自由点 幸遂更是激动的教导 看样子很多强者都清楚 时间金时的价值 正意味着时间神通 意味着时间法则 时间金时现在两千三百万自由点了 底酒看见自己的报价 根本就无法让竞争者退后 不仅如此 时间金时上升的速度还更快 就在底酒想着 要写一个什么价格 让那些竞争者明白 这时间金时它是必得的时候 就听见最初报价 一千一百万自由点的粗狂声音 再次响起 本地最后出价三千万自由点 本地倒要 看看谁比我出价还高 报价平上的价格 陡然停在了三千万自由点上 价格再也没有继续上升 报价的是哪名先帝 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这是天云道的道主 月亮先帝月无量 月亮先帝可是摩依先路的五大先帝之一 天云道更是摩依先路的顶级宗门 传闻当年他刚刚跨入先帝的时候 一个修真家族得罪了他 那个家族被他一团火焰烧成虚无 也因为这件事 这一方虚空知道了 月亮先帝的火焰有多强 月亮先帝的人就和他的火焰一样 红脸红发 月亮先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一样很清楚 这话看起来似乎没有威胁别人 实际上就是摆明了的威胁意思 只要有人敢再出比这个更高的价格 那此人必定是月亮先帝的死仇 就算是追杀到天药海角 月亮先帝也不会放过的 至于其余能和月亮先帝较劲的先帝 这个时候也不好加价 不是怕了月亮先帝 而是这没时间惊识月亮先帝第一个叫价的 按照强者拍卖的前规矩 月亮先帝第一个用声音表明身份叫价 就是说这东西他第一个出手 理应算他的 别人出手 凭空得罪月亮先帝而已 拍卖会方也很是无奈 月亮先帝并没有违反规则 没有直接出言威胁 虽然一头猪都知道月亮先帝的话是威胁 可这就是规矩 只要他画的表面意思没有威胁就行了 兴随叹了口气 本来这个时间 今时他有把握拍到至少5000万的自由点 被月亮先帝这样一闹 恐怕只能弄出3000万自由点了 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若是没有更高的价格 这时间今时就被别人拿走了 信遂心里有些气馁 明知道没有人会再加价 他依然还是想要搏一次 信遂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加价 他只好说道 3000万自由点一次 敌九自然明白月亮先帝的话 他本来想要加价5000万的 现在月亮先帝这个话 表明了别人不会再加价 他岂能客气 他毫不犹豫地在报价评上 写下了3100万自由点 他报价5000万会得罪月亮先帝 报价3100万自由点 同样是得罪这个家伙 既然如此 他自然不想多花钱 3000万自由点两次 有人报价3100万自由点了 看样子 想要感悟时间神通的修士 不是一个 时间今时的价格到3100万了 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敌九的报价 让信遂惊喜不已 居然加价到3100万了 这简直是惊天之喜 在信遂看来 只要有人加价了 那时间今时的价格 会马上再次飞速飙升 果然本地老了 休息得太久太久 小鱼小虾都不大认识本地了 月无量粗狂的声音再次响起 话说出来 却并没有继续加价 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个和月亮先帝 争夺时间今时的修士 小命被月亮先帝预定了 月亮先帝的话 严格说来 算是有些挑衅拍卖会场 拍卖会方 应该也是 看在月亮先帝的面子上 没有多说什么 敌九本来是打算闷声发大财的 月亮先帝的话 让他有些不爽 他一样沙哑着声音说道 也还真不知道 你是哪根葱 没有钱 别在这里 装大尾巴狼 还是回去抱孙子吧 整天本地本地放在口中 好像别人不知道 你是一个小小的先帝一般 爷在136万年前 就跨入了先帝后期 到现在 爷也没有将本地本地的放在口中 将来若是你能修到爷的境界 你岂不是要挂一个牌子 在胸口丢人现眼的东西 敌九的话 让整个大殿都惊了一下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和月亮先帝 争夺时间今时的 也是一个先帝 也对啊 不是先帝 谁敢和月亮先帝 争夺时间今时 几名因为敌九插手报价 准备继续加价的先帝 也在这个时候 停止了加价 这个时候加价 不但得罪了月亮先帝 还得罪了这个 根本就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无名先帝 再说用一枚时间今时 就可以感悟到 时间法则的机会 那是百万分之一 也不到一点 何必花了几千万自由点 又得罪几个强者呢 月亮先帝 红脸器的范青 也只能住口 无论这个和他 抢夺时间今时的家伙 是不是先帝 他都不会这样算了 他立即发出一道讯息 去调查敌九的来历 不仅仅是月亮先帝 其余的一些势力强者 纷纷发出讯息 几乎全部是在调查 敌九的来历 还有敌九在哪个包厢 幸遂等了半天 也只等到一个 一百万的加价 他内心深处有些郁闷 在知道敌九 可能也是先帝后 他知道在鼓动 别人加价不大 现实了 时间今时是珍贵 但这东西 真能感悟到 时间法则的机会太小了 他只好接连 唱了三次价格后 宣布这枚时间今时 以三千一百万自由点的价格 成交 敌九 划出三千一百万自由点 将时间今时送入戒指的时候 敌九的信息 已经出现在拍卖会的 各方强者和势力的面前 姓名子墨 年龄看不大出来 修为不详 常年在海上 带着一种杀戮气息 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器的修士 除此之外 这名修士还住在蓝仙西楼 包厢是二楼物资307号 在购买时间今时之前 已经花费60万自由点 购买过一件极品飞行仙器 若不是敌九易容 成为另外一个形象 去大鼎自由仙城 收集了一番紫天落 他购买紫天落的 消息此刻一样 会放在别人面前 不过这些资料被调查出来 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因为敌九虽然易容了 他用的卡却是没有变 恭喜 刚才这位朋友 获得了时间精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近拍的东西 是智罗神铁 智罗神铁 可是顶级练器宝物 我相信每一个练器师 对智罗神铁 都是势在必得 传闻有炼器师 用智罗神铁 炼制出来了神器 无论这传闻是真是假 也表明了智罗神铁 是多么的珍贵 说到这里 杏碎举起一块 足足有半个末盘大小的 有黑材料 我手中这块智罗神铁 就算是不能炼制神器 炼制几件极品仙器 也是足够了 这块智罗神铁的底价是 一百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十万自由点 一千万自由点 敌九沙哑的声音 在大殿中响起 本帝发现 刚才那个 蝼蚁的招数不错 所以也拿来用用吧 大殿中一阵漠然 月亮先帝 这是提醒了这位无名先帝 报价的时候 先吼出自己的名字 而且一次就将一百万 自由点的价格 加到一千万 这是富有可以解释的吗 智罗神铁是珍贵 但是绝对不值一千万 难怪叫月亮先帝蝼蚁 这家伙 岂止是富有 敌九心里暗叹 他 现在只想越快走越好 报价高 就是想让这拍卖会快点 他也想到了 自己做事的漏洞 在什么地方 当初他不应该用 紫墨这个名字 去购买紫天落 一旦这件事调查出来 会让很多忌惮 他的先帝 再没有忌惮 第406章 天价宝物 智罗神铁 根本就没有第二个报价 直接落在敌九的手中 众多势力和强者 倒是没有多怀疑 敌九的话了 大多数修士 都觉得 敌九应该是一个 远道而来的先帝 寻常的修士 哪里有这种富有 唯一疑惑的是 这个路过的先帝 哪里来这么多的自由点 心思很激动啊 他最喜欢敌九这样的近拍者 价格出的高出天井 这样 其节约时间 也让拍卖方赚了大钱 恭喜这位豪爽的道友 他获得了顶级的炼气法宝 智罗神铁 接下来要近拍的 是一门炼体功法 这门炼体功法中 有顶级的肉身涅槃手段 这个炼体功法的底价 是50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万 这个价格爆出来后 让敌九无语的是 短时间内 居然还是没有人加价 直到过了几个呼吸时间 才有人加价到55万自由点 敌九表现出 狂妄不差仙金的样子 接连以极度豪爽的样子 竟拍了时间晶石 和智罗神铁 这两种宝物 让大家习惯性地以为 敌九会再一次性加价几百万 没想到这次包厢中 豪爽的前辈不加价了 确定敌九不加价后 炼体功法的价格迅速攀升 很快就要接近百万自由点 最后以95万自由点被人买走 好的炼体功法是极为稀少的 有详尽涅盘 肉身的炼体功法 更是少之又少 从这次拍卖会拿出来的竞拍物品 大家都知道 这次拍卖的质量非常高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 敌九都没有再出手 急晕锥已经被他炼化 他只能无奈地等着 按照敌九的想法 他巴不得马上够 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赶紧顿走再说 现在他想要的东西没有出来 他也只能等候 就在敌九焦急地想着什么时候 阿含真理水能够出来 信碎拿出一张 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残破图伯说道 能来这里的 都是星空大能 我相信任何一个星空强者 都不会认为自己现在 无敌于整个宇宙了 所以一门好的盾数 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我手中的是一张远古图伯 从图伯的显示来看 这是一门盾数 而且是最顶级的盾数 信碎的话 第二次引起了大殿里面的轰动 若是说 时间精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话 那面对这种顶级盾数 在场的修饰 估计没有一个不想要的 一门顶级盾数意味着什么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时间精识就是购买回来 也不一定能感悟到 这盾数才是实打实的宝物 信碎知道这东西会引起轰动 依然笑隐隐地说道 这门顶级盾数的名称 叫着燃神盾数 凭借修饰神念的强弱 一次性盾数的距离 可以超出施展者神念的三个等级 若是大家不明白我话的意思 那我就解释一下 若是你的神念是先念一级 你施展了燃神盾数后 你可以逃出先念四级强者的神念 查探 无数的人都是倒吸冷气 就是敌九也是惊叹不已 这燃神盾数实在是太可怕了 按照这个说法 他现在先念六级 若是他施展神念盾 那就是先念九级的强者神念 也不一定能扫到他 这简直是逃跑者的力气啊 这次拍卖会 他来的实在是太值了 居然有这么多的宝握 敌九在想着 要这燃神盾数的时候 更多的人都想到 这门燃神盾数不能让敌九得到 虽然敌九自称本帝 也很是富裕 说话 嚣张无比 但敌九的修为 是他自己说的 在没有确认敌九的真正修为之前 敌九这种富有者 可是每一个先帝都想要带走的 更不要说和敌九有大仇的月亮先帝 若是被敌九得到了这种盾数 说不定他会在拍卖会期间学会 请问这盾数的副作用是什么 有人问了出来 这种顶级的盾数 还叫着燃神盾数 若是没有副作用 那绝对不会有人相信的 信碎 作为拍卖会的主持者 自然不会主动说出来 万一这种盾数盾一次 会让石海崩溃 那谁都不敢要 石海崩溃了 和被人杀了有什么区别 信碎依然是满脸堆笑的说道 这门盾数的副作用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这是一门残破的盾数 买回去后 需要自己琢磨一些时间 所以 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大殿中失望的虚声传出 难怪这种盾数会拿出来出售 残破的呀 这种顶级盾数 若是残破的 几乎是不可能复原的 这门盾数的底价是50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万 现在竞价开始 信碎的声音响起 报价屏上 迟迟没有报价出来 盾数是好 可惜 购买残破的盾数 那是浪费先金 一门顶级盾数 还能顿出高于自己神念 三个等级强者的查探距离 这种盾数的价格 必定是天价 50万自由点 呵呵 估计只能购买一个脚罢了 这种顶级的大拍卖 会有规定 只要超出30系时间 没有人叫价 这件物品 就算是流拍 就在信碎以为会流拍的时候 报价屏上的价格 突然出现了51万自由点 有人报价51万自由点了 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信碎欣喜不已 流拍物品 对他来说并不好 51万自由点是第九出的价格 他有第九道 完全可以补全这盾数 本来 大家以为这盾数 只会51万自由点 被人拍走的时候 价格再次跳动到了 52万自由点 52万自由点 是月亮先帝出的 他一出这个价格 就对身边的一名修士说道 立即去查一下 这51万是谁出的价格 是 这名修士说完 迅速地退走 第九 毫不犹豫地 加价到了100万自由点 第九迅速 月无量 也没放弃 加价到了101万 两个人 为了一门残破盾数争夺起来 当即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按理说 这门残破盾数 根本就不值几个钱 为何要争夺的 如此激烈 第九感觉到了不对 若是这盾数 才有人叫价 还不断跟进 一千万自由点 第九一 怀疑有人恶意加价 加价的幅度 就大了起来 看见这个加价 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到了 之前那个沙哑声音 讥讽月无量的无名先帝 只有这个人 才有如此大的加价破例 尽管这个时候 调查结果 还没有回来 月亮先帝已确定 要这个盾数的家伙 是和他抢夺时间精识的家伙 这家伙想要盾数逃走吗 月亮先帝冷笑一声 将价格加到了1100万 就是这个对方 学不会的残破盾数 他也会让对方吐出几口血 第九皱起了眉头 他知道 肯定被人盯上了 这人百分之百知道是他出价 而且和他有仇 很有可能是之前那个 和他竞争时间精识的先帝 信碎 激动的脸都红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残破的盾数 拍出了完整盾数的价格 而且双方 还在激烈的 加价 一亿自由点 第九将价格 加到了一个亿自由点 实在是这盾数 对他有极大的用处 看一个亿自由点的报价 整个大典都是寂静无声 这到底要有多富有啊 信碎都差点说不出来话了 传闻这种拍卖会上最高价格 也不过是一亿自由点 现在一个残破的盾数 就拍出了一个亿的自由点 这简直是做梦一般的不真实 更让他觉得不真实的是 一个亿自由点后 还有人加价 价格瞬息跳动到了 一亿一千万 还有人在加价 这个时候 他很知趣的一个字都没有说 主持拍卖会 并不是每时每刻 都需要夸张的渲染 此时显然是两个人都憋了口气 谁都不服谁 若是他说话 说不定会打断这种气氛 让其中一个人停止加价 宗主已经查到了 出价的正是二楼物资307号包厢 此刻调查的修士 急不走了进来 敌酒看着一亿一千万的价格 脸色平静地写出了两亿自由点 对他来说 自由点多的是 缺少的是 这种顶级顿数 在确认了是和他做对的家伙后 月无量嘴角 露出冷笑 连半分迟缓都没有 就写出了两亿一千万自由点的价格 他肯定 下一刻敌酒就会加到三个亿自由点 让对方出三个亿自由点 也算是报了一点小仇 他现在心里有了一种感觉 对方如此公然的和他挑衅 修为该不会比他弱 所有来参拍的修士都呆住了 一个残破的顿数价格 飙升到了两亿一千万自由点 这简直是疯了 有史以来 大顶自由先程 就没有出售过这种高价的东西 敌酒没有再加价 他确定如果他再加价一次 对方就不会再进拍了 不过这么多自由点购买一个顿数 他还没有这么傻 既然对方要坑他 就让对方坑去吧 敌酒很久没有加价 信碎才反应过来 激动着语气说道 两亿一千万自由点了 这门顿数肯定是绝世宝物 这两位前辈都看出来了 这是好东西 这是我们拍卖会有史以来的第一高价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两亿一千万一次了 听到信碎开始爆刺 对方还是没有加价 月无量 心里一沉 他心头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 他是一个先帝不错 他可没有敌酒这种敛财的手段 拥有几个亿的自由点 第407章 本地要走了 两亿一千万自由点两次了 信碎继续唱此 月亮先帝脸色反而平静下来 两亿一千万自由点 对他天云道 也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 这么多上品先经 就算是整个天云道 也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不过既然事情临到头上 他也没有多少距影 他甚至连出声激怒一下敌酒的话 都懒得去说 能如此把握到他出价点的修饰 绝对不是对方表现出来的 随便砸几千万自由点的二活样 他出声激怒对方 只是自讨无趣而已 作为一个大仙帝 又是摩依仙鹿大仙门的宗主 这仙经虽然是天文数字 它还可以变得出来 两亿一千万自由点三次 恭喜这位朋友 以两亿一千万的价格 获得燃神顿数 信碎拍下了成交锤 参加拍卖的修饰都很清楚 这个价格肯定是有问题 月亮先帝拿出一个戒指 递给身边的修饰 拿去拍卖会 让他们估算一下里面东西的价格 月亮先帝能不能拿出两亿一千万自由点 这件事和信碎无关 他抓出一个玉瓶举起 接下来要近拍的东西 是一瓶阿含真理水 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 阿含真理水 这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这是续命的宝物就行了 阿含真理水和别的续命宝物不同 这不是延长你生命的东西 而是恢复生机的宝物 当一个修饰生机进尸的时候 阿含真理水可以补全它的生机 记住是修饰 因为阿含真理水蕴含着道运法则 特别是被五行剥离的生机 阿含真理水更是有百分之百的效果 敌酒却是听得心里一震 他还以为要继续等候一天左右的 没想到阿含真理水这么早就出来了 他已经决定 购买到阿含真理水后马上离开 虽然后面还有许多他想要的东西 不过他不能继续担得下去了 一种隐隐约约的危机 让他感觉到极为不舒服 哪怕还有他急需要的叨到神通和彭越仙果 他也不想要 阿含真理水出现的次数很少 到现在为止 出现的次数不超过三次 所以错过这次机会 下次想要购买阿含真理水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这瓶阿含真理水的底价 是1200万自由点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自由点 幸遂说完后 将手中的玉瓶 放在了面前的拍卖桌上 片刻之后 巨大报价显示屏上的价格 就变成了2000万自由点 敌酒叹了口气 这个价格不是他报的 看样子 阿含真理水 并不是他一个人想要 虽然他身上有的是自由点 不过他又要得罪一个人了 2300万自由点 2500万自由点 阿含真理水的价格疯狂飙升 若是没有人知道自己出价 敌酒打算慢慢地加价 敌酒很清楚 只要他一出价 很多人就会知道 他又开始加价了 他还不如光临磊落地 按照之前的性情加价 坐在大殿中的霍潜签 激动地看着四周 他知道 如果敌酒来了 必定会近拍这个东西 可惜的是 他不知道敌酒坐在什么位置 阿含真理水的价格 几千万自由点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天价 对敌酒来说 这个价格算不上什么 敌酒坐星空查胜意 有的是自由点 霍潜签想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一震 他忽然想起了 之前疯狂出价购买时间金石 和制罗神铁的修饰 这个修饰很有可能就是敌酒 只有敌酒 才有这么多的自由点可供挥霍 若这个连月亮先帝 也威胁的人 真的是敌酒 那敌酒这次危险了 想到这里 霍潜签有些焦急起来 敌酒出现危险 他是半点忙都帮不上 5000万自由点 敌酒一次加价 2000多万自由点 那个人又来了 这是拍卖会上 所有人唯一的想法 只有那个讥讽月亮 先帝的强者 才是这种出价的气魄 我出5100万自由点 朋友 算我朋友求你一次 这瓶阿含真利水 对我有极大用处 一个诚恳浑厚的声音响起 语气中带着一种恳求 信遂犹豫了一下 没等他说话 拍卖大店就传来一个 强者的空空声音 若是再有人干扰拍卖 直接请出拍卖会场 敌酒毫不犹豫的加价 6000万自由点 给别人 1亿自由点 让敌酒没有想到的是 有人直接加价到了 一个亿自由点 这个价格不是他家的 他肯定这个价格也不是 之前那个彭河家的 难道又是那个和他争夺 燃神盾数的先帝 敌酒想到这里 加价到1亿1000万自由点 然后哈哈一笑说道 这位朋友好气魄 直接出价 一个亿 我就没有这么大的气魄了 只能加1000万自由点 月亮先帝看着报价屏上的 1亿1000万 他很想爆出两个亿的自由点 可是他还真的担心 自己爆出这个价格后 敌酒又不要了 之前购买燃神盾数 几乎耗光他的积累 若是再来一次 他就要拿出自己的压箱宝物了 能让对方多出5000万自由点 也算是 搬回了一些厂子 1亿1000万自由点一次 还有没有人再出更高价格的 幸遂继续爆刺 事实上 敌酒还真的无所谓 若是月亮先帝继续加价 他会毫不犹豫地加价 明知道被对方坑 他也不敢放弃阿寒真利水 可惜的是 月亮先帝不知道 一瓶阿寒真利水 卖出1亿1000万的价格 已算是非常离谱了 事实上 阿寒真利水的真实价格 应该是在2000万自由点左右 1亿1000万自由点两次了 1亿1000万自由点三次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阿寒真利水 随着幸遂的话落下 敌酒面前 出现了一个交易画面 敌酒迅速用身份卡画出起来 1亿1000万自由点 阿寒真利水 出现在他的面前 敌酒激动地收起阿寒真利水 站了起来 他可以离开这里了 霍潜潜也明白过来 他肯定 之前讥讽月亮先帝的是敌酒了 他心里暗自钦佩敌酒的同时 又不知道敌酒应该如何走掉 敌酒无论什么时候走 都被人盯上了 希望敌酒能知道这一点才好 敌酒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岂能不知道他时刻 处于别人的盯梢之下 只要他打开这个包厢的门 那下一刻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明白他 准备走了 事实上敌酒对月亮先帝 还真的不在意 这种人虽然很强 却思前顾后 他担心的是 那个彭河 从彭河的口中 他知道 对方迫切需要阿含真理水的 心情不会比他弱 这次拍卖会收获不小 本地要走了 之前那个将本地挂在口中的家伙 若是要切磋 本地在大顶自由仙城门口 等候你半炖箱时间 半炖箱不到 就夹着尾巴跟滚一边去 敌酒哈哈大笑完后 抓出一枚猎麦单吞下 然后打开包厢门 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拍卖会 真是强啊 这是拍卖会上所有修饰的想法 若是一个弱者 岂敢将自己马上要走的消息泄露出去 月亮先帝冷哼一声 同样站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本地就看看你的手段 是不是和你的嘴巴一样厉害 敌酒都这样说了 这摆明着是挑衅他 不要说他 本来就没有打算放过敌酒 就算是他打算放过敌酒了 作为天云道的宗主 在敌酒这种话下 他也不可能不应战 这一刻 不仅仅是月亮先帝站起来了 很多先帝同样站了起来 走出拍卖会场 敌酒这样的肥羊 谁不想咬一口 若是敌酒实力真的很强就算了 若是敌酒是一个 敌酒成功了 很多人都出了拍卖会 却并没有一出来 就对敌酒动手 这位道友 彭某的确是急需要 阿含真理水 还请道友留步 敌酒刚刚走出拍卖会 彭和就急切地跟了上来 敌酒冷哼一声 等本地和那个蝼蚁切磋之后 再说阿含真理水的事情 说完身形 一盏 直接冲向大顶自由仙城的门口 他此刻浑身都好像火焰灼烧一般 在裂脉单之下 狂暴的鲜源气息 疯狂提升着他的修为 第408章 疯狂的逃 没有人认为敌酒会逃走 敌酒此刻周身气势澎湃 波动剧烈 就好像随时要责任而逝的样子 显然是准备和月亮先帝 动手之前的征兆 可见 这是一个脾气极大的家伙 况且一个先帝临阵逃走 将来对自己的道心 也是有伤害的 这等于承认了 同为先帝的情况下 不如月亮先帝 所以后面虽然跟着数名先帝强者 却 没有一个人冲上去拦截敌酒 大家都准备好了 在大鼎自由先城 外面观战 唯独彭河感觉到不对 他跟着敌酒 最近居然感觉到 敌酒想要逃走 可是这也不大可能啊 敌酒无论是从哪一方面 都不想要逃走的样子 紧跟在彭河后面的是月亮先帝 他死死地盯着敌酒 敌酒的修为让他看不透 应该不会比他弱 敌酒恨不得现在直接抓起天梭刀 对背后的彭河来一刀 这王八蛋紧紧跟着他 让他无法速度更快一些 这种气息领域的锁定 很是微妙 一旦他再次加快速度 铁定要被这人怀疑 好在 他就要冲出大鼎自由先城了 只要一出城 他就可以走掉 几乎是在敌酒 要跨出大鼎自由先城的瞬间 彭河终于感觉到了什么地方不对 若敌酒真的是一个顶级强者 就绝对不会容忍 他这样死死地锁定气息 他之所以锁定敌酒的气息 是担心再也找不到敌酒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行动 并不是真的想要 测试敌酒的实力 或者说是挑衅敌酒 而敌酒这种没有反抗 一直加快速度冲向城门的举动 反而让他测试出来了敌酒的不对 以敌酒在拍卖会上的嚣张 连月亮先帝也不放在眼里的人 岂能任凭自己的无礼 一旦怀疑 彭河就更是感觉到敌酒的气息古怪起来 他的确是看不透敌酒的修为 可是敌酒没有先王领域 修为似乎在不断攀升 但是在攀升 也是在先王之下 这人要逃 彭河终于确定下来 他没有猜错 在知道敌酒要逃的时候 彭河的气势瞬息地鼓动起来 风魔爪寄出卷向了敌酒 同一时间 月亮和其余几名先帝的通讯珠亮了一下 当他们看清楚通讯珠的内容后 全部是脸色一变 然后疯狂地冲向了敌酒 通讯珠只有一条信息 这个307包厢的紫墨 曾经在大顶自由仙城购买了无数的紫天落 紫天落是什么东西 谁都知道 唯一的用处就是炼制裂麦丹 裂麦丹可是先王之下修饰服用 能强行提升修为的副作用丹药 既然对方购买这种东西 那就说明在拍卖会上嚣张的家伙 是故作声势 这种富有的修饰 又是故作声势 自然是肥养 彭河在动手的瞬间 敌酒就感觉到了杀意 他毫不犹豫地抓出天梭道 一刀劈了下去 哄 恐怖的仙缘气息席卷而来 敌酒哪怕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了半步仙王之境 在这一找之下 依然是毫无还手之力 张口喷出一道血剑 整个人冲向了大顶自由仙城阵门 敌酒很清楚 哪怕他吃了猎卖单 修为和这些先帝强者比起来 依然是一个蝼蚁 可是彭河此刻 岂能让敌酒逃走 他的领域 疯狂地锁定敌酒 又是一拳轰出 敌酒心里大汗 哪怕他现在是半步仙王境界 比起彭河来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天梭刀再一次批出 狂暴的刀势 几乎是要将整个虚空撕裂开 充满一往无前的气势 带着一种风霄气息 风霄消息溢水寒 壮世一去西不复海 这是敌酒这一刀的真实写照 他这一刀 若是劈不开彭河的领域 他就只能等死 咔嚓 风霄刀地撕裂了 彭河仓促卷起来的领域 碰 彭河的泉源 也轰在了敌酒的后背 敌酒再次喷出一道血剑 骨骼寸裂 他依然是丝毫不顾地冲了出去 在一冲出大顶自由仙城的瞬间 敌酒就施展了神念盾 一道残影还没有离开 树道攻击同时轰在了残影身上 这树道攻击 是紧跟着彭河身后的几名先帝 轰轰轰 狂暴的仙缘炸开 敌酒所在的残影位置出现了一盆血雾 就连那宽敞的虚空大盗 也被这种可怕的攻击轰碎裂了数百丈 好奸诈的蝼蚁 月亮先帝是怒火中烧 心头的耻辱 就是三江六海都清洗不掉 他身形一展 直接冲向了虚空之中 瞬息消失不见 他很清楚 敌酒虽在数名先帝的联手攻击下重创 依然是逃走了 不过他同样清楚 敌酒这样的一个蝼蚁 就算是有一种盾术 也逃不了多远 不要说对方现在重伤 就算是丝毫不受伤 面对这么多先帝追杀 要是能逃走的话 那他们这些先帝 实在是太垃圾了 跟在月亮先帝后面的彭河先帝 自然也是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其余几名攻击敌酒的先帝强者 无一例外地 冲向了敌酒盾走的方向 敌酒身上的好东西太多 谁都不愿意放弃 而且有人隐约猜出来了 这个逃走的蝼蚁 是谁 除了之前那个出售星空茶的蝼蚁 谁有这么富有 追上这个蝼蚁 不需要别的东西 只要将炼制星空茶的手段拿来 也足够了 看看这个逃走的蝼蚁 在拍卖会上的大方 就知道 星空茶能赚多少 先经 敌酒落在传送阵的瞬间 身上再次炸开了一道血物 他知道自己这次 差点是毁在那个棚河的手中 若不是 那个棚河 他这次估计 连受伤也不需要 传送阵 在敌酒一落在上面 就卷起一道白光 下一刻 敌酒就被这白光卷走 敌酒被白光卷走 白光还没有消失 月亮 先帝的大手印 就抓了下来 跟着敌酒的传送阵 消失一空 月亮先帝的脸色 更是难看 他毫不犹豫地继续追了下去 又吃了一个亏 这个蝼蚁 还先行在这里 布置了传送阵 让他功亏一篑 后面几名先帝比月亮先帝 只是来晚了一夕时间 见月亮先帝追下去 有两名先帝停了下来 他们心里很清楚 敌酒这种狡诈的蝼蚁 想要追到 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对方 可以布置第一个传送阵 那就可以布置第二个传送阵 先帝再强 就算是能在前面 几次传送赶上 到了第三次 第四次也无法追上了 月亮先帝来到第二处传送阵 连敌酒影子都没有的时候 他只能放弃 继续追杀敌酒的举动 可以肯定敌酒 还有第三个 和第四个传送阵 不要说他现在先念八级 就算他先念九级 也别想追到对方 跟在月亮先帝后面 又有三名先帝落了下来 他们不用问月亮先帝 也知道这个蝼蚁逃走了 彭河的脸色最是阴沉 他知道自己 不仅没有得到阿含真理水 还彻底得罪了 这个远去的家伙 落在第五个传送阵 没有被传送走后 敌酒第一时间 拿出了树莓 大清灵丹吞下 他在第一次施展神念盾的时候 被几名先帝联合出手的 余波重创 只要在晚上一息时间 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他敌酒这个人 幸好他提前准备了 逃跑手段 肉身又晋级到了先灵体后期 要不然这次完了 果然修为敌就算是有钱 也别想去和别人抢夺东西 不过这几个老家伙的容貌 他是记下来了 将来他会一个个的找场子 吞下几枚丹药 敌酒并没有急着走 而是抓出一把正旗 将一切空间波动气息 全部清除掉 又留了一个极不显眼的流影阵 这才 寄出急云锥迅速离开了原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敌酒可是对各种基础法则最理解的 别看他布置了很多传送阵 一些先帝根本就追不上来 一旦遇见了 被空间波动极为敏感的强者 他依然有可能被人追上 小心无大错 果然在敌酒走了大概一个十分左右 一名高官男子 落在了敌酒第五个传送阵的旁边 他抓起一枚正旗 看了半天 这才叹了口气 这个小修士实在是太狡诈了 不仅仅狡诈富有 还太可怕 连这种清除空间波动气息的法阵 也布置得出来 这让他怀疑对方是不是触碰到了 些许空间法则的皮毛 事实上就是敌酒布置了数个传送阵 在他眼里 敌酒依然是瓮中之鞭 只要他追到最后一个传送阵的所在 敌酒离开的痕迹 很快就会被他捕捉到 现在有了这个清除一切痕迹的法阵 他也无法知道敌酒从哪个方向走了 这是他第一次追一个蝼蚁失败 第409章戴河店的丹阵门 敌酒一边控制着急运追 一边疗伤 这次虽然他收获不小 受伤一样不小 这还是因为裂麦丹是他炼制的 加上他是星空脉络 丹药的副作用几乎没有 同时他心里也是暗自庆幸 没有太过贪婪 一旦他想着参加完这个拍卖会 将自己需要的东西全部够买到 估计他是走不掉了 裂麦丹的作用 最多只是将他提升到大罗仙圆马而已 而且这个提升 还仅仅是一种先元力的提升 对神念和道运没有半分帮助 按照他的实力 这种提升到大罗仙圆满修为 甚至都不及 他修炼到大罗仙出气的真正实力 要加快提升自己的修为了 两个月后 敌酒的伤势好的七七八八的时候 急运追再次停在了当初的那个虚空阵门位置 敌酒收起急运追 神念四处查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人来过这里 他才打开虚空阵门 进入了大殿之中 你们怎么没有修炼 敌酒一进入大殿 就看见谢荒和树殿 还有黑火都在大殿转悠着 就连莫宇轩也跟在一边 没有去真灵世界 大哥你回来了 树地第一个冲了上来 激动的表情一于言表 谢荒也是赶紧上来说道 你走了 我们修炼的速度变得极慢 索性等你回来 不过我们发现了大秘密 谢荒的声音很是激动 显然这个秘密不小 是我发现的 黑火毫不犹豫地 在一边反驳了谢荒的话 谢荒摆摆手 都一样 莫宇轩看着敌酒 在敌酒的身影 出现在这个大殿中的那一刻 他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安静了 下来 敌酒离开的这段时间 他每时每刻都在自责 不应该让敌酒去为他购买 阿含真理水 阿含真理水这种宝物 岂能只有他需要 需要的人必定不会少 莫 师妹 幸不如命 阿含真理水 我已经买回来了 你现在就疗伤 我帮你护法 敌酒是一泄荒秘密等会再说 抓出一个玉瓶 递给莫宇轩 莫宇轩没有拒接敌酒 手中的玉瓶 他感知到了敌酒身上的血腥气息 敌酒是炼体修饰 又是一个炼丹大师 疗伤速度绝对不是寻常修饰 可以相比 从大顶自由先程到这里 就是再快也要几个月 几个月过去 以敌酒这种疗伤本事 他身上依然还有血腥气息 可见敌酒这次购买阿含真理水 受伤有多重 到底有多危险 狄师兄 我 在和敌酒认识之前 莫宇轩很少和别的修士交流 就算是出来 大多数也是为了一些灭终的纷争而已 在他眼里 更多的是尔虞我诈 自私掠夺 敌酒这样冒着生命危险 单独去大顶自由先程 为他求购阿含真理水 让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敌酒 敌酒知道莫宇轩不大 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笑了笑 莫师妹 如果我有需要莫师妹帮忙的地方 莫师妹会不会帮我 莫宇轩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没有说话 这不需要说 就算是马上要失去生命 只要能帮到敌酒的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那就成了 所以我帮助你 和你帮助我是一回事 敌酒笑道 可是我并没有 莫宇轩想要说 他并没有帮敌酒 敌酒之前说的话 不过是一个假事而已 敌酒一白手 我相信将来自己有什么事情 莫师妹也会全力帮我的 敌酒是担心莫宇轩有什么心理压力 才这样随意地说出来 说完 将手中的玉萍塞到了莫宇轩手中 莫宇轩紧紧地抓住玉萍 看着敌酒说道 敌大哥 以后就叫我宇轩吧 我从小是一个郭 没有家人 他已经将敌师兄改成了敌大哥 每个人都会变的 他一样变了 若是在修真界的时候 就算是他再改变 也不会认一个男子为大哥 更不会主动让人叫他宇轩 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说话也很单调 仅仅是描述一个事实罢了 敌酒比莫宇轩豁达多了 他哈哈一笑 好 宇轩 你赶紧疗伤 以后 大家都是一起浪迹星空宇宙的 不用太拘谨了 敌酒心里还有一个想法 大鼎自由仙城信息和修炼资源太过丰富了 除了四方仙路 其余三大仙路 似乎都和大鼎自由仙城有联系 将来他修为高了 一定要打通四方仙路到大鼎自由仙城的传送阵 嗯 墨宇轩轻弯一声 打开手中的玉瓶 随手到了一半 阿含真理水进入口中 看见墨宇轩仅仅是倒了一半 敌酒正想提醒的时候 就觉察到墨宇轩身上的气息变化起来 一丝弹道几乎看不见的黑色气息溢出来 然后消散一空 墨宇轩周身的生机慢慢的凝聚起来 然后形成了实质一般 敌酒却有了一种名物 之前墨宇轩用七色盘桃续命 虽然也有生机波动 可是那种生机散乱不堪 总是让人感觉到虚无缥缈 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的感觉到墨宇轩和一个寻常人一般了 这种生机彻底的旺盛凝实起来 敌大哥帮我打一道隐秘静置 墨宇轩的声音及时传来 敌酒下意识地打了一道隐秘静置 他在墨宇轩的这种心声之中 居然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在随手打出这个静置后 直接闭上眼睛 去感悟墨宇轩的这种生命的心声气息 墨宇轩身体就好像被一层灰色的壳包裹住 随着这生机气息越来越旺盛 包裹住他身体的那一层灰色东西裂开来 然后消失不见 那一种心声 就算是墨宇轩的衣服也阻拦不了 墨宇轩那倾国倾城的容貌显露出来 墨宇轩的衣服也渐渐裂开 一个时辰后 一个完美无瑕的躯体出现在敌酒的面前 只是这个时候敌酒闭着眼睛 在感悟着这种心声气息 根本就没有看见墨宇轩那完美到极致的身躯 墨宇轩睁开了眼睛 他脸色有些微红的看着紧闭双目的敌酒 略微松了口气 赶紧抓出一套衣服换上 随即他就感受到了真仙雷洁 敌酒被雷洁的规则激荡惊醒 看见了绝世容颜的墨宇轩 欣喜叫道 宇轩你已经大好了 墨宇轩柔和地看着敌酒 是的 我要渡劫了 我感受到了真仙雷洁 好 你就可以在这大殿渡劫 我在外面为你护法 敌酒心里是松了一口气 墨宇轩被他救回来 他是真的高兴 墨宇轩只是被敌酒的七色盘桃 调出性命而已 其实随时随刻都处于死亡的边缘 生机若有若无 这些年在生死边缘徘徊 让他对生死看得更淡了一些 基本上是无惊无险 一久雷洁之后 墨宇轩被周围浓郁的仙灵气环绕 直接冲上了真仙二层 小树 你要努力了呀 宇轩师姐 现在可以修炼了 肯定很快就会超过你 嘿嘿 等墨宇轩妒劫完毕 谢慌看着树的黑黑了一声 在他眼里 这个小树根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不止一次 挑拨他和黑火之间的关系 树弟心里一样有紧张感 之前墨姐姐不能修炼 他还不是垫底 现在 估计他想不垫底也不行了 见墨宇轩跨入真仙二层 敌酒也是松了口气 天进门的弟子 都是无垢灵体 将来的修炼速度 必定是飞快无比 就算是他也不一定能跟得上 所以从现在开始 墨宇轩的修为 他是不用担心了 取出一枚戒指 递给墨宇轩说道 宇轩 这是一些丹药和仙精 你留着修炼 墨宇轩没有 推辞 他这次没有跟随敌酒 一起去大鼎自由仙城 也隐约感觉到 敌酒这次在大鼎自由仙城 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只有修为强大了 才能真的帮到敌酒 好了 现在你可以说 之前发现了什么秘密 敌酒看着谢荒 大哥 你跟我来这边 谢荒没有直接说 而是跑向了大殿的一角 敌酒跟着谢荒 来到这一角后 发现这个角落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剥离开 随即敌酒就看见 一闪石门 石门上方 写着三个字 带河垫 在这个石门上 还有六个圆孔 这六个圆孔每一个 都和丹药一般大小 敌酒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一个镇门 这个镇门是用丹药破开的 也就是之前 那龟壳古图中说的 需要破镇丹 大哥 没想到那个楚徘徊没有说谎 这个地方真的需要破镇丹 解荒激动的搓搓手 敌酒说道 看样子 这个地方不是楚徘徊的 他只是一个后来者 借助这个地方 吸引一些人过来 除了找人帮他报仇之外 还有就是 希望找来的人 精通破镇丹道 敌酒是八级先镇尊 又是一个六品先丹大师 他一看这个需要丹药破开的镇门 就知道之前 他对破镇丹的理解 也是错误的 若是按照丹会考核中 最后一提 他的破镇丹 只是找到镇心所在而已 那种丹药拿到这里来 一样破不开这个石门 这个石门是现场炼制丹药 只有丹药达到一定的层次后 将丹药送入这石门圆孔 才可以打开石门 第四一灵章戴河殿的第二大殿 敌酒 抓出石树梅镇齐丢了下去 面前的石门上 出现了一些清晰的字迹 一个时辰之内 镶嵌任何一种六品七文先丹 打开戴河殿第一道正门 大哥 你肯定可以炼制出来对不对 看见上面的字 解荒激动不已地说道 他对敌酒有一种 毫无理由的盲目相信 敌酒点点头 我的确是可以炼制出来 六品七文先丹 不过 你看看这上面 只是打开第一道正门 这说明 这个戴河殿的正门不止一道 就算是我打开了 也没有用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第二道正门 很有可能需要仙丹王才可以 呀 解荒啊了一声 随即后悔地说道 若是我将鸾上人带到这里来 第二道正门 就可以打开了 敌酒摇了摇头 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鸾上人是仙丹尊 可以炼制出八品仙丹 解荒不服气地说道 在遇见敌酒之前 他之所以能安稳地撑下来 就是因为鸾上人 给他炼制了一种 压制欲毒的丹药 敌酒笑了笑 鸾上人 也许的确是可以炼制出来 八品仙丹 我不大相信他能 炼制出来七文的七品仙丹 他之所以能炼制出来九文仙丹 那是因为得到贱墓的感悟 更重要的是因为 帝酒道则 听到敌酒的话 谢荒顿时雨色 七文仙丹 有多炼制 他还是有些数的 鸾上人 的确是炼制不出来七文仙丹 况且 就算是你想带 你恐怕也带不出来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老爹不会让鸾上人 跟随你一起出来的 敌酒 看着谢荒 他感觉谢荒在谢万棱眼里的地位 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不仅如此 他还感觉到 当初追杀他的先帝当中 就有谢万棱一个 那怎么办 谢荒有些无奈了 他内心深处知道 敌酒说的是正确的 他在他老爹眼里的地位 并没有那么高 我先打开这第一扇门 看看 敌酒抓出一个丹炉 拿出 一如大清灵丹的仙灵草 仅仅是一炷香而已 敌酒就炼制出来了 一如七文大清灵丹 六枚丹药 被敌酒送出 齐齐镶嵌在石门上的 六个单孔之上 石门周围 闪烁过微弱的光芒 随即咯吱咯吱的声音响起 仅仅是片刻之后 石门就被打开 跟着一个比外面 石殿还要大数倍的石殿 出现在众人面前 更为浓郁的仙灵气传来 谢荒等人都是忍不住 惊叫出声 就是敌酒也是 惊喜不已地 看着大殿四边 这个大殿中 有十八条中品仙灵脉 这十八条中品仙灵脉 构建了一个巨大的 仙灵脉大阵 难怪外面仙灵气浓郁无比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谢荒惊叹出声 哪怕他来自新魔宫 他也从未见过这种手笔 敌酒的神念 扫过这十八条 中品仙灵脉背后的石壁 发现那石壁边缘 果然还有一个石门 他迅速地走了过去 那石门上一样 有几个单孔 随着敌酒的阵旗落下 单孔下 出现了一排子 一个时辰之内 镶嵌任何一种 七品八文仙丹 打开戴和殿 第二道阵门 大哥 你猜的果然正确 这里需要七品八文仙丹 解荒叹道 这个丹阵门 我现在还打不开 大家先修炼再说 这个地方修炼 比外面修炼要强了数倍 都不止 敌酒肯定他打不开这个石门 不要说他现在 还不是七品仙丹王 就算他是七品仙丹王 他也无法练制出 七品八文仙丹 除非他用剑顶 现在他有好的丹火 丹道也自成体系 不过他根本就没有好的丹炉 看见敌酒 也打算在这里修炼 谢荒赶紧找了一个 距离敌酒比较近的地方 敌酒不修炼 他修炼起来要艰难许多 敌酒修炼 他在一边修炼 规则要清晰太多了 大顶自由先成 不久前结束的拍卖 会成了最为热火的话题 那个拍卖会 不仅仅拍出了 两个多亿自由点天价的 燃神顿术 还爆出了时间金石 阿涵真理水和单次加价最高 没有第二个人加价的 智罗神帖 传闻时间金石 阿涵真理水和智罗神帖 都被同一个人竞拍走了 这个人不仅仅是竞拍了这些东西 还在拍卖会上 和月亮先帝硬掐 最后十数名先帝 围攻这名修士 这个修士依然是从容走调 原因是 这个修士是一个顶级大先帝 实力惊人无比 不过很快就出来了第二个传闻 这个走调的修士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先帝 而是曾经在大顶自由先成 卖星空茶的敌酒 这个敌酒 当初之所以可以走调 是因为他会一门盾数 不仅如此 他还购买了裂麦单 临时服用裂麦单增强自己的实力 虽然逃走了 也因为使用裂麦单经脉剧烈 成为一个废人 被某一个先帝带走 就在大家还不知道 哪一个传闻是真的时候 星空茶楼被人霸占 霸占星空茶楼的 是福通大溪楼的掌柜辉 当初辉冒犯星空茶楼的敌酒 结果被敌酒用刀 钉在了星空茶楼之外 就是因为星空茶楼的后台 是星魔宫 在大鼎自由仙城的拍卖会后 星魔宫的公主谢万棱 公然说星空茶楼和他没有关系 不仅如此 天云道的月亮先帝 告诉大鼎自由仙城 副城主杰光帽 如星空茶楼敌酒那种狠毒之辈 根本就没有资格 留在大鼎自由仙城 这种人 在大鼎自由仙城 人人都可以教训 等于是公开给杰光帽撑腰 杰万棱说了 星空茶楼和他没有关系 月亮先帝 又说支持杰光帽 作为杰光帽的手下掌柜辉 自然是第一时间就霸占了星空茶楼 福同大西楼的掌柜 占据了星空茶楼 让更多的人确信 在拍卖会上卷走 很多宝物的就是敌酒了 也只有敌酒这种嚣张的家伙 才敢和先帝对着干 同样的 也只有敌酒这种做星空茶生意的修饰 才有那么多的自由点 整个大鼎自由仙城 唯一为敌酒担忧的 怕是只有霍遣千 霍遣千 不知道敌酒有没有逃出大鼎自由仙城 作为和敌酒联系最密切的人 他连敌酒的通讯珠都毁掉了 更不要说给敌酒发讯息了 身为一个单楼的执事 霍遣千自然不是白痴 他很清楚 有很多强者都在暗中盯着他 一旦他有半点举动 就可能会被牵扯出来 在福同大西楼 强行占据了星空茶楼 并且出售另外一种仙灵茶后 大鼎自由仙城 发出了对敌酒的通缉令 敌酒在大鼎自由仙城欺骗修士 以离谱的价格 出售星空茶 丧失道德 人人得而诛之 任何有敌酒消息的修士 都可以获得巨额报酬 联合通缉的 不仅仅是大鼎自由仙城 还包括了天云道 星魔殿 布州仙门等十数个宗门 和先帝强者 整个大鼎自由仙城 没有开口通缉敌酒的强大势力 只剩下了一个大鼎单会 无论如何 敌酒依然还是大鼎单会的单师 这种明显的 基于敌酒身上东西 而通缉的事情 大鼎单会自然不会参加 此刻在戴和殿的第二道大殿中 浓郁的仙灵气 几乎形成了层云叠加 所有在这大殿中修炼的人 修为每时每刻都在疯狂上长着 转眼八年急过 八年时间中 修为进步最大的并不是敌酒 敌酒吸收的仙灵气 最快最多 奈何它是星空脉络 石海更是宽阔无边 需要的仙灵气 比别人几倍都要多 修炼最快的是解荒和黑火 黑火跨入了六级仙妖兽行列 正在冲击七级仙妖兽 而解荒已是大罗仙七层 只要再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冲击仙王之境了 树地修为最慢 还在三级仙妖兽徘徊 莫宇轩跨入了金仙七层 无垢灵体在这种环境下修炼 几乎是没有半点瓶颈 敌酒虽然是修炼的中心 这些年过去 他吸收的仙灵气 比其余几人加起来都要多数倍 依然是在大智仙九层左右 敌酒停止了修炼 他知道继续闭关 对他没有多少用处 拥有第九道则 敌酒很清楚 他的根基比较薄弱 继续闭关 就算是冲进了大罗仙 甚至仙王 他的根基只能变得更加薄弱 不仅如此 在跨入仙王之前 他应该准备好一王丹 一王丹不仅仅是他需要 解荒和墨语炫一样 需要 去哪里敌酒没有确定 不过敌酒打算先晋级一下自己的天梭刀 天梭刀现在是中品仙气 他在拍卖会上得到了一块智罗神铁 加上他的八级鲜艳到火 晋级天梭正是时候